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与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 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着他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基督徒为什么被称为神家里的人 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将我们的罪洗净 我们本来是外邦人 与犹太人的约是无关的 那救恩因为主耶稣的开始 所以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的道理 相信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自从我们受洗归主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那为什么要称为神的家 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每个基督徒称为神家里的人 所以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 以前我们跟神无分 是因为人有罪 那人有罪必须靠着耶稣宝血来洗净 罪得到赦免 人跟神的阻隔罪拿掉以后 人才能够回到神的身边 重新恢复神儿女的身份 所以这是一种合而为一 人外邦人本来跟神无分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 使我们跟神有分 重新合一 那合一成为一体 与神和好 是有目的的 神不是白白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 要我们在他的家里面 来发挥 做家人的这个责任 所以每个都是神家里面的人 但是我们负了多少责任 我们尽了多少义务 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 我们同领受一个圣灵 就是神的灵 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 可以发现 使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非常有力 很勇敢做见证 而且他们的生活 就是一种见证 因为神灵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人 今天神拣选我们 是神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力 我们有什么财力 是因为神的拣选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 都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这种恩典呢 是人难以报答的 所以进入教会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 这个神是有永远的生命 永生神的家有真理的基础 以真理做根基 以仁义跟圣洁 这记载在天摩太前书 三章十五节 道理我们大家就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 借着早上的时间 我们再一次来思考 既然我们进入神的家 就不再是客旅 不再是外人 所以我们应该是做家人 家里面的人 我们大家都有家 每个人从小长大 都有自己的家 小时候我们唱过很多 家的歌曲 我这边特别翻了一下 甜蜜的家庭 大家都会唱 我的家庭真可爱 整节美满又安康 姐妹兄弟很和气 父母都吃香 虽然没有好花园 春兰秋桂常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 冬天温暖 夏天凉 可爱的家庭 我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惠比天长 我们有点年纪的人 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 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 有没有唱这首歌 就是让我们感觉说 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很多人要反驳我 说我没有 我从小我爸爸怎样怎样 我妈妈怎样怎样 小弟在学校服务 教导学生里面 很多是破碎的家庭 所以他们的表现 跟一般的学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去关心他 通常我们不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这个学生怎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都讲不听 但是当我们了解以后 我们就觉得说 他实在有需要关怀的地方 但是做老师的 其实时间有限 我们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 来辅导我们学生 让他们走上正路 这是一个教育界 所有从事教育人员的一个课题 虽然我们的家庭 我们希望是温暖的 从小在温暖家庭长大的孩子 被爱所包围 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 他会关心别人 因为他从小接受这种爱 父母亲也希望他能够将这个爱情 分享给别人 所以每个人有一个家庭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 都是甜蜜美满的家庭 如果没有 但今天我们进入教会里面 是神的家 神就是爱 爱是永不止息 神的爱从以前 从创世以来 就一直跟我们同在 只是人没有办法去了解 去认识这位神 实在非常可惜 但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人 是不是有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呢 所以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 很多人说我们教会很软弱 很多缺点 要讲缺点可以讲很多 说这个聚会不守时 吃饭的时候争先恐后 人家还没有吃饭就装好了 准备要带回家 要讲缺点太多太多了 如果我们都看别人的缺点 你不会喜欢来教会 因为你都看到缺点 但是教会都是只有缺点吗 当然不是 我们弟兄姐妹 有很可爱的地方 所以有一个作家 他就很有兴趣 去研究基督教 为什么这些基督徒 每个礼拜都要上教堂 做礼拜 有一次他就去参加 他们的聚会 从开始到结束 他就细心地观察 他说这个聚会的程序 有一定的程序 每个教会或许不一样 我们在耶稣教会是唱诗祷告 然后我们就讲道 在唱诗祷告 然后再来接下来的活动安排 那那个人他参加 那个教会的聚会 他说讲道 不晓得在讲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内容 聚会的时候 信徒也没有很专心 然后聚会完以后 他觉得杂乱无章 他说为什么这样的教会 这些信徒 每个礼拜还是乖乖地 来到教会里面聚会 所以他很想去探索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思考 你喜不喜欢来教会 从小其实我不喜欢来教会 为什么 我们在家在家里在学校太好玩了 幼年我们的童年 还有田园 台北市还你可以看到田园 我们家住在东泰宾馆附近那边 东泰宾馆有机场 现在的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就是旁边就是东泰宾馆 是当时我们家那边最高的楼房 到处有田野 小时候我们放学以后 就是跟大家一起玩 所以外面的朋友 我们的左邻右舍 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亲近多了 但为什么要来教会 教会的长辈告诉我妈妈 说琳娜从小爱接受宗教教育 所以我妈妈也很顺服 就让我跟妹妹从小来教会 介绍宗教教育 教会跟外面 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小孩子 顺从妈妈的话 来教会去会 听道理 祷告 读圣经 还要背圣去 平常在学校背的还不够多吗 来教会还要背圣去 所以基本上心里面 是有点排斥 但是长辈的爱心 妈妈的教导 来 顺服我就来 我还记得 我们这个杭州南路 以前有一家那个自助餐 自助餐它的装菜 都是用个小碟子 就是说你点几样小碟子 就当做菜 然后一碗饭两碗饭 我记得我很少在教会用餐 我都说问我妈妈说 那教会没有准备吗 她说有 可是她习惯带我们去外面用餐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很喜欢在教会用餐 所以在这个 回顾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思考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来 很多人不喜欢来 难道来只是要跟外面比较一样吗 如果要跟外面比较 我们跟外面的社团当然是比不上 他们的节目非常精彩 每个月都有一个专题 还有固定的旅游 他们很多的福利 那你参加外面的社团就好了 为什么要来参加教会呢 所以她就探讨这个原因 她发现其实教会里面有某种特质 深深吸引这些基督徒 到底是什么 因为教会里面有外面 有一种东西是外面找不到的 就是神的爱 怎么说 所以很多人去探讨这个问题 他先探讨为什么人不来教会 第一个 他说虚伪 你的教会人很假 他就问他说为什么说很虚伪 在教会一个样子 都很虔诚 穿着这个整整齐齐的 碰到人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可是出到外面 跟我们不是一样吗 该喝酒你就喝酒 该人家拉咧 就那边拉咧 基督徒不过也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就虚伪 所以一个无神论者他批评教会 他说这些基督徒 如果稍稍有一点得救的样子 我就相信他们所谓的救赎 当然这是别人的批评 他认为说 一个无神论者他也这样认为说 基督徒应该要有得救的样子 什么叫得救的样子 就是你外在表现出来 要像个基督徒 当然这是人家的批评 我们放在心里面 主耶稣也批评法利赛人 虚伪假冒为善 讲了很多 自己做不大 要别人做 假冒为善 第二个 他说教会有一个问题 半岛人的事 我们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我们再看第三节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劝戒他 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得罪你七次 又七次回转 说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很多人不喜欢来教会 为什么 我每次去 他都问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我就最讨厌人家问我的一个 他每次都要问 我去教会 某某人又怎样怎样 某某人又怎样 看看这个教会这么软弱 都不爱祷告 不爱读经 整天就做一些 有的没有的 看到半岛人的事情 你是不是被半岛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的 都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 人其实很有限 我们人这个肉体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耳朵 所以我们所看 所听非常有限 你看的可能就是一个部分而已 但你看到以后 你就开始心生不满 你就会批评 论断 开始是论断人 批评人 后来就质疑教会 批评教会 最后 你就质疑神 到底有没有神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 人有软弱 我们知道 人有软弱 所以教会里面 有时候会有 得罪人的事情 你会被得罪 但是圣经教导 饶恕他 很难 要饶恕别人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 一直放在心上 要饶恕他 所以他说 他看到第二个问题 所以有半岛人的事情 所以人家不喜欢来教会 那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不要成为 半岛人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万一被半岛 被得罪了 你要饶恕他 赶快自己扶起来 自己站起来 或者别人帮他扶你 继续往前走 不要一直跌倒在那边 第三 他说教会文化 这件教会 每次都这样 讲了那么多次 他也不改气 负责人都说 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安息日来到教会 大家穿得整整齐齐 上个礼拜我在 云林大德教会 参加学生领会 乡下教会 我发现平常时间 他们去教会 通通穿拖鞋 而且非常自在 就是穿一个T恤 然后转裤 拖鞋 啪啦啪啦 就来教会了 教会是他的家 当然不是聚会时间 他们来教会做什么 我来教会 跟弟兄姐妹见面 喝茶 聊天 教会有什么 顺功需要我们帮忙 没有第二句话 所以他们皮肤 虽然都晒得黑黑的 可是来讲教会 他们是有笑容的 他们喜欢来教会 因为他们可以感受到 教会有温暖 教会有弟兄姐妹的爱 所以有人因为教会文化 他看不习惯 那我不要来 所以基于这三种原因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或许有体会 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软弱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来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是不是我就把教会的期许 放低一点 反正我们教会是这样子 你不要把它看成是那种 3A级的 我们教会就是2A 1A 不然我们就是这样子 期待不要太高 你就不会失望太多 有人就降低标准 那有人就说 不行 我要去找 适合我的教会 什么叫适合我的教会 靠追尊的教会 所以一直换 台北不行 我换大同 大同不行 我换双脸 北部不行 我换去中部 中部不行 我换去东部可以吧 一直在换教会 一直换教会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跟弟兄姐妹就不熟 不熟就没有办法连结 所以我们话说回来 看到教会的软弱 看到教会的问题 不是逃避 而是面对 如果你是神家里的人 有谁不希望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 有谁不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幸福快乐的 但是你因为婚姻有问题 你因为家庭不幸福美满 你就要离开他 你就要脱离他 如果是神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 我们就要做家里人的本分 我们应该帮助这个家庭 来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 让他变得更好 所以有一个神学家 他讲得很好 他说一个 落单的美丽灵魂 就是说这个人休养很好 但是他都没有朋友 他觉得说他最好 他属灵最高 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配合 他说落单的美丽灵魂 就像一块离开火炉的炭火 只会渐渐的冷却 不会再热起来 我们要非常谨慎 很多人自以为虔诚 自以为很热心 觉得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 不够格 自意 我们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离开这个炭火以后 你不会越来越热 你说我自己灵修 自己祷告 读经几遍 祷告几遍 几个小时 那只会落入魔鬼的试探里面 人如果离开耶稣基督的身体 葡萄汁会枯干 它不会健壮 会枯干 炭火离开火炉 越来越冷却 不会再热起来 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比较积极正面的 来看教会的问题 而不是只是消极的逃避 教会虽然不好 但是很有温暖可爱的地方 最近因为准备这个题目 刚好这一期的读者文哉 因为它那个大封面就写 就是把以前那部电影 《真善美》 他又在里面介绍 在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这个电影很多人都看过 那电影在讲什么 就是奥地利一个家庭 一个军官的家庭 他有七个小孩 因为逃离纳粹的摧残 所以他们就选择远离家园 重新建立新的家庭 那电影里面用歌唱 然后带动整个电影的情节 那家人因为碰到患难 所以大家就团结在一起 然后生活在一起 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建立美满的家庭 那整个电影的情节的进行 让人家觉得说 这家庭非常温暖 所以这电影上映以后 整个风景区 还有那个旅馆 整个爆红 大家都想去感受那种 家的气氛 家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虽然家庭看到有一缺点 但是我们还是不会离开 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 后半段 后半段 就被派去收发公文 那我们的部队在大甲 大甲必须要去丰原收发公文 以前不像现在这方便 所以每天我们连长就叫我去 本来不是我 本来是另外一个文书 我的业务不是收发公文 那我连长觉得之前太混了 他就说陆可琴你去 所以我就当了大概三四个月的 收发公文的工作 那其实大概半天就可以完成 可是我请假都请一天 连长其实也很内行 他觉得说这个人出去应该不会乱搞 所以我每次请假请一天 他都准假 所以就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然后回到部队 那那么长的时间要做什么 其实我去丰原收发公文 从大甲坐车去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所以大概顶多三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好 那剩下时间我不想那么快回去 所以我每次都跑去台中 去溜达 去哪里溜达 台中公园 去哪里吃中餐 然后我要收价的时候再回去 后来我想到教会 然后就没有中餐吃 我一直想想看 说我到底可以去哪里吃中餐 然后我要收价的时候再回去 后来我想到教会 就没有中餐吃 我一直想想看 有人说你就是为了蹭饭 那你不能这样子大摇大摆就进去 我一直想说我们这边台中 台中就是台中教会 总会 我一直想说 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在里面 感谢主 我就想到一个姐妹 她在那个时候当办事员 那是我们大概同年龄的 那个时候在淡水认识 我就打电话给她 以前打电话不像手机这么方便 你要倾一些零钱 去找电话簿 然后这样投币 问她总会的电话 我就打去 姐妹接到我的电话 她很惊讶 她说你总会打给我 她说我就知道你在总会 我刚好在台中 我就跟她简单 虚寒问难一下 姐妹很聪明 她说现在中午了 你要不要过来教会吃饭 我说好啊 我的目的就是要去教会吃饭 就前面一生寒暄 那感谢主 这个姐妹 灵力相通 她马上知道说 这弟兄可能邀她来一起吃饭 感谢主我就去了 进她教会那一趟 其实我 内心非常感动 所以我去到我们的教会 不管哪一间 进门的那一刻 我都非常激动 神的家 所以那天吃什么 其实我早就忘记了 感谢主 那个传道是我认识的 还曾经注目过我们台北教会 吃不安传道 所以我们吃完饭以后 就在那边泡茶聊天 很多在场的弟兄姐妹 都很关心 在阿兵哥 哪有什么教会的 今天来到这边 大家彼此加油打气 这就是教会的温暖 不是为了只是乘饭 是为了感受那种家的气氛 出门在外这么久 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去聚会了 所以那次的印象非常深刻 没有多久我就结束 那个首发公文的工作了 可是神特别安排 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再去思考 所以为什么人搬家 去外地读书 结婚 父母亲都一直交代 要去找教会 因为我基督徒 神家里的人 不能离开这个家 不能离开教会 所以我们用比较正面积极的 来看待教会 而不是淫昧地批评教会 指责教会 用更积极的态度 来爱我们的教会才对 神是爱 所以我们应该用 耶稣基督的爱 来好好的爱我们的教会 那爱不是讲在嘴巴 我们不是只有在言语 言语上来爱人 要在行为跟诚实上 要做出来 所以以下跟弟兄姐妹分享四点 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教会 第一 神的教会 所以就是要神在带领 我们要仰望神 我们来看一段新闻 诗篇143篇 第八节 诗篇143篇第八节 我们仰望神 就是希望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不是都靠我自己走 人在顺利的时候 比较难想到神 因为很顺 工作顺利 婚姻顺利 美满家庭幸福美满 赚钱赚很多 神摆在后面 通常人碰到患难 神就跑出来了 因为这时候你需要他 你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你需要神来带领你 脚钱的路 但其实我们基督徒 不管顺境还是逆境 都应该要依靠神 顺境的时候我们要避免骄傲 逆境的时候我们要避免 沮丧 跌倒 我们都需要神 所以仰望神就是我们仰望神的带领 所以为什么要读经 祷告 参加聚会 每一次奉主耶稣圣明的聚会 都是神向我们讲话 有人听道理 替别人听 某某某人应该来听今天这篇 就是在讲他 你看他怎么样 到底是为自己听的 讲到你 我刚好有这个缺点 感谢主提醒我 求主赦免 加持不敢 你就会进步 不是每次听道理说 这某某人应该来听 这篇道理是 那个人应该来听 先为你自己听 先为你自己听 以赛亚先知 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动作 我们看以赛亚书 第六章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第一节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根基震动 殿充满了烟云 那时候我说 祸栽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先知是神的仆人 神的灵常常感动他 但他看到神的荣光 只有一个动作 我是罪人 不配 不配见主 不配看见神 趴在地上不敢看 马上就知道 我的罪在哪里 以赛亚有什么罪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没办法 我就是常常跟这些百姓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会生气 会骂他们 会指责他们 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说他的言语 嘴唇是不洁的 的确 他言语不解 所以天使用炭火 沾他的嘴 认罪就好 认罪 悔改 神赦免 所以我们人 看到神的荣光 我们仰望主 第一个 内心反省 我们是不是犯罪 得罪神 要赶快回头 求神赦免 然后神 引导我们的道路 所以接下来 耶和华对 以赛亚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才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神是圣洁的神 基伯来书那边 告诉我们 非圣洁 人不能见主 为什么我们祷告 神都没有在听 先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 得罪人 认罪悔改 我们的祷告声音 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每一场的聚会 我们既然来到教会 参加聚会 聆听道理 我们看教会 这么舒适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安心 专心地在这边 听讲领会者 奉主的名 来讲神的道理 其实我们每一场的聚会 都是希望 我们这场聚会结束以后 弟兄姐妹 可以得到造就 因为我们这场聚会 是要献给神的 所以每一场聚会 结束以后 我们都扪心自问 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很多人来到教会 都希望我得到什么 今天讲道 不然再讲什么 今天那个煮饭 不想要再煮什么 如果你都是用这种心态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但是如果你用 换一种角度来看你自己 我今天改变了什么 今天那个传道说 我们对目道者要热忱 真理要扎根 你不能老是跟目道者 讲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 要讲道理 所以你听进去了 所以你就开始 对我们教会的五大教义 十大线条 你就开始去下功夫 去研究 当目道者问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回答 你今天来参加这场聚会 你得到改变 你得到造就 每一个人在这场聚会里面 都可以得到造就 归因于我们是否愿意 用比较谦虚的心 来到教会 因为我们仰望神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求神带领我们面前的道路 所以很直接 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内心 去思考 去反省 主啊我在这个礼拜 我做了哪些事情 我说了什么话 我讲错了 就像以赛亚在这边说的一样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神是圣洁的 所以不洁的人 你没有办法见主 所以你认罪悔改 神就带领你的路 所以我们来看菲利比书 第二章 第一节 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什么安慰 圣灵什么交通 心中有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自己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反省自己 仰望神之后 很自然的 你就会反省你自己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那我呢 那你差那么多 当然差很多 我们是罪人 罪人是被神拣选以后 你要全然圣洁 这是一个 艰苦的路程 信主以后得到圣灵 不是说这样就透懂了 你一定可以进天国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 圣经都说 天国是努力的进去 要努力 天国进去 你要结果子 耶稣要看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 要尽做家人的责任 所以反省的时候 你很自然就会 跪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静下心来祷告 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 主耶稣第五章 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说你要进到内室里面 去祷告 你真的安静下来 长时间跟神祷告 求神赦免你的罪 求神开启你的内心 神要告诉你 下一步要怎么走 神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所以我们看 大卫他在祷告 诗篇 五十一篇 我们菲利比书这边做个记号 等一下再翻回来 我们先看诗篇的五十一篇 先看第六节 五十一篇第六节 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神看人的内心 人看外表 但神看到你的内心 你承不承认这个事情 你承认哦 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很自然啊 跪在神的面前 很多人就会痛哭 很多人会流泪 很多人心里得到安慰 因为你跟神连结 因为你诚实啊 你诚实面对神啊 所以神与你同在 再看第一节 神啊求你按你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罪 第十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十七节 神所要的记忆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所以你内心有不舒服 你有罪 向神祷告求赦免 才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如果没有解决 一直存在你的心里面 忧郁 难过 一天一天 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 所以仰望神 自然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的缺陷 我们在神面前的不足 神所要的 内理诚实 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这是好的无比的 很多弟兄姐妹做工很辛苦 花很多时间 甚至还受到人的批评 但是有时候神亲自安慰他 所以他乐此不疲 因为他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翻回来 菲利比书第二章 所以我们仰望神以后 很自然 你就会内心的反省 那接下来 第三我们就要向四周看 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会堂 左右 前后左右弟兄姐妹 我们看一看 虽然大家都戴口罩 但他没有戴口罩的样子 你见过吗 看看他是谁 长老坐在这边 十四周在那边 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 那个妈妈 那叔叔阿姨 我认识多少 我们台北就会比较大了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程 可是你愿意 神就让你认识 一天认识一个 两个 一年下来 你就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 那不是只有认识 认识以后要了解 家里还有什么人 全家信主吗 单亲 有几个小孩 关心他 四周看 所以我们聚会 教会 彼此连结 向四周看 看了弟兄姐妹 以后人发现说 这个弟兄 我很佩服他 为什么佩服 他虽然在外面 工作很辛苦 可是他礼拜六 一定来守 安息日 聚会精神 自得我佩服 这个插花的妈妈 今天没有花 这一盆放在这边 他花多少的心血 来准备这一盆 为了让我们这个讲台 看起来 非常的整齐 美观 让整个 聚会的气氛 能够提升 别人都有别人的优点 我们如果都看别人的优点 你愿意学习 你就得到益处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如果你看到别人的优点 那没什么 没有什么 不过是这样 你都用这种心态 你永远就是你自己而已 因为你看清别人 所以圣经这边告诉我们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不容易 尤其我们有事业发达 我们事业有所成就 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来到教会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这些贩服走足 都跟我们同一个教会 你无形中如果看清这些人 你就没有把他当作家人 那很多贩服走足 我们很多小老百姓 来到教会说 他们都是大老板 企业主 我们不敢跟他讲话 你自己先看清自己 你也没有办法 跟他成为一家人 教会可爱的地方 就在这里 很多人来到我们 正耶稣教会说 我看你们这教会 好像没有什么水准 我都怎么说 你看这个什么 在市场卖东西的也来 什么什么 意思就是说 不像有些教会 追准就管 都是开进口车 你看这个外面都是司机在等 里面都是老板在聚会 神所拣选的 有限定他的身份吗 没有 罗马书第一章 保罗说 福音是神的大能 为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再来是新义离人 现在这福音 已经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 只因为我们愿意相信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和好 跟弟兄姐妹合为一体 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教会 所以向四周看 看看你的弟兄姐妹 关心他 有人说我自己都顾不好了 我还顾其他的弟兄姐妹 有人说 某某人你不要老是在台上这样讲 你都不知道民间疾苦 碳疾无瓜干扣 我们看 圣经的例子 马可福音第二章 生来瘫痪的人 被四个朋友抬来 请问弟兄姐妹 你愿意做那个瘫痪的 还是愿意做台人的 要我 我希望做台人 我不喜欢躺在那边 被人家抬 但有时候由不得你 我们上了年纪 而身体渐渐的衰败 很自然 就是神在提醒你 人会老 小孩会大 人会老 身体会渐渐老化 老到什么时候 老到你的生命结束 或是你生病 生命结束了 要去哪里 好好想一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看到别人 神所拣选的人 不是随便拣选的 神所拣选你 今天拣选你 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即使是五年 十年 真的像约瑟 到老他才看出来 原来神的 神的意思是好的 为了成就今日的光景 不管神什么时候 让你看到 你都知道说 原来神的安排是这样子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像师父看 向弟兄姐妹学习 我们就会进步 爱教会 就是从爱弟兄姐妹开始 所以我们有软弱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别人 我们希望去做一个 抬摊子的 做他的朋友 来帮助他 但不要乱抬 抬去哪里 抬去见耶稣 不要抬他去唱卡拉OK 说他整天躺在家里面 大概去唱个卡拉OK 物质上的 这个都是其次 重要的是 抬他来见耶稣 这朋友的信心很简单 他说 耶稣这么会讲道理 或许他的道理 可以安慰他 耶稣可以行神迹其事 或许来见耶稣以后 他的生命就得到改变 可是耶稣见到 这四个摊子的信心以后 耶稣第一句话 是说 对这个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你看 主耶稣所看中 跟我们人看 真的是不一样 主耶稣就是看中 人灵魂的得救 接下来因为听到 这些法利赛人 宗教领袖的批评 说这个耶稣是谁 竟敢说这么健忘的话 太狂妄了 把自己当作神了 耶稣后来行了神迹 让这个瘫痪的人 就好起来 完全的好起来 耶稣说 赦罪容易 还是叫这个 生病人 得到痊愈容易 对神来说 都很容易 可是神所看中的是 人灵魂的得救 今天 每个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 你所看中的是什么 我们身体会生病 我们都希望说 神啊医治我 肉体病动 真的很难过 我们贫穷 主耶稣啊帮助我 每天 日子很难过 我们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向神求 只要我们尽本分 我们做不到了 求神来替我们完成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来信耶稣 将来能够进天国 灵魂能够得救 生病得到神医治 神的恩典 生病没有得到神的医治 你也感谢主 这种见证太多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生命有一天会结束 可是我们的灵魂 这也是永远的 要进到神里面 永远跟神在一起 这个才是美好的 所以今日的贪质在哪里 拉撒路在哪里 财主在哪里 但是耶稣永远同在 因为神的爱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能感受到 耶稣基督的爱 第四点 大家都知道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传福音 向外面看 我们弟兄姐妹是一个整体 耶稣基督的身体 耶稣做头 这个记载大家以福所述 我们就不再翻圣经 所以耶稣在带领这个教会 所以教会有神的权柄 我们顺服教会 说弟兄姐妹彼此顺服 可是教会的业务这么多 这么多弟兄姐妹要照顾 这么多福音的工程要推动 这么多树性的事情 需要有一个团队 来服侍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的职务会 所以耶稣基督给教会权柄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还有十八章的十八节 都有类似的记载 所以我们今日在世上 你要把谁丢到阴间 他将来就会下阴间 要把谁捆绑就会捆绑 要释放谁就释放谁 意思就是说 你相信了福音 福音让我们得到自由 能够进到神前 与神和好 如果你不相信 将来就是捆绑 丢到阴间 做永远的刑罚 教会就是有这个权柄 所以神给教会权柄 同样的也给植物会权柄 为了要带领教会传福音 为了要带领教会牧养信徒 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迟疑 植物会为什么这样做 植物会为什么那样做 我们有建议都很好 我刚才就讲过 教会有缺点 没有错 可是我们可以提出来 目的是什么 希望教会更好 所以很多措施 很多布道会 很多我们有很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愿意为教会牺牲奉献 但是我们用正常的方式 来向教会反映 只要是合乎道理的 可以接受好的建议 我们都会采纳 重点是 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彼此做肢体 肢体是要合作的 肢体不是在 我打你你打我 眼睛看不起耳朵 耳朵不甩嘴巴 这个肢体就不协调了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带领之下 植物会的带领之下 我们配合圣公 肢体得到健全的发展 所以我们愿意参与 就是我们在肢体里面成长 在以福所书里面 里面有记载 好 我们看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四章 十一节 他所示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生良 十四节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结各按各持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什么叫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爱中建立耶稣基督的肢体 你是身体的一部分 在爱中建立自己 道理非常的浅显 容易懂 可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做 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爱的地方 我们都很有热情 因为我们知道 我是耶稣基督 简选我们 我们可以感受到 来到教会里面 彼此相助 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 所以你很愿意来到教会里面 教会有软弱 这是事实 可是我们不应该用 批评论断的方式 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让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好 所以在福音里面 主耶稣希望看到的就是 家里面的人能够合一 所以我们的合一 是在真理上的合一 彼此都有不同的恩赐 做肢体 但是在真理上合一 联络的合适 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 而且又多元 你看我们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 在教会里面各样服事的恩赐 我们教会都有 但是不是能够合一 能够为主所用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去 好好地思考 所以我们作为神家里面的人 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团契 我们有没有参加团契 小弟最后五分钟 做一个小小的见证 我以前不喜欢团契 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大学那个团契 因为我的印象就是 团契就是一起 大家彼此熟识的人 吃吃喝喝 那我跟不熟的人 我才不愿意的 你们那么熟 对不对 我去那边我不熟悉她讲什么 然后呢 我一个学长和学姐 他们就很有技巧地带领我 所以每次团契聚会 他们都会发聚会通知 那我看到以后就算了 我就不理她了 那一直到其中考以后 有一次团契聚会弟兄姐妹 还去教室外面等我 我那次很生气 侵犯我的隐私 跑到教室门口来读我 也是一样 在讲这些 邀请人来聚会 有什么活动 我还是不去 说不去就不去 男子和大丈夫 不去就不去 有一次 真是时候到了 主耶稣的安排 我觉得 那天我要放学回家 那边等公车 公车一直不来 等了大概超过20分钟了 从来没有等那么久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公车总站 奇怪 那公车一直等不来 肚子又有点饿了 远远就看到 一个学长学 就从那边走过来 一看到我 我就就惨了 等一下一定要叫我去团契 我就打定主意说 不去 他来了以后 他竟然没有说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 一起去聚会 他竟然说 弟兄 时间也晚了 你要不要吃一吃 再回家 我去教理 吃一吃再回家 是啊 肚子也有点饿了 跟这个弟兄姐妹吃点饭 吃完再回去 好我就答应了 吃自助餐 就能夹点菜 饭 然后要去结账 结账的时候 那个学长很聪明 当学长要注意 他先付钱 先付钱 我说这怎么好意思 没关系 学长请学弟 我就谢谢 坐下来 我就说 啊 慘了 中计了 为什么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果然不出所料 所以我战战兢兢的 吃完以后 学长就讲话了 某某人 等一下我们七点 就有聚会 你就跟我们去一次了 你都没有去过团契 去看看吧 要是你会不会去 饭都吃下去了 好吧 那就去啊 还好我有去 这神的带领 非常奇妙 我们从小在教会 接受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 道理的基础 可是团契是 看重生活造就 他比较会关心你 因为人跟人比较接近 教会比较 有系统式的来教训我们 所以我们在高级班 所得到的造就 跟团契得到的造就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到了团契以后 跟我想的 其实根本就不一样 所以人为什么 要一直坚持 自己的己见 认为说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不去就不去 我也可以一直坚持 坚持到四年毕业 这些团契跟我不相关 可是那一天 感谢主安排一个学长 学姐来带我进入团契 我跟团契 既有彼此联合 属灵生命 增长 毕业以后 我会去找教会 工作以后 我会回到教会里面 来做服事 因为我知道 耶稣基督要我们 要彼此连结 这才是神的家 神的教会 所以愿主的灵 带领我们 每一个神家里面的人 都不要忘记 神是我们的家长 他都在看顾我们 有时候只是在等我们 这个小子 到底什么时候要回头 有时候只是在提醒我们 有时候也在安慰我们 不要怕 神的教会 有神同在 愿主耶稣祝福大家 好 我们再来唱 神的教会